天后李文二日在家中逝世 响言48岁 消息曝光后震惊全世界粉丝 也有许多艺人po文纪念这位永远的天后 其中小S也po出R.I.P的贴文写下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笑容、歌神和舞蹈 你是最谦虚的天才 直到深夜还在留言区表示自己还是好难过 会像以前和李文一起上节目 有coco就很害怕 因为他永远是最棒、最仰光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他 他是我心中永远不会被打败的人 也敢信说有一天我去找你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击败了你吗 因为你是我的女英雄 可以看出小S的心情也深受影响 而他今日近棚录影制作人B2也暴露 他哭到双眼浮肿的照片 感叹到这就是我认识的主持人 虽然常年来念去 但他反而不太在乎自己 很在乎别人 虽然小S近期也受皇子娇爆料风波影响 不过他的真性情也让身边的伙伴相当不舍